可爱的插图搭配文字叙述 学生人手一本翻阅者绘本书籍 透过书中小故事认识台湾农产水果 这是农粮署C州农村发展基金会 所发行的食农读本 透过实际田野考察以及人物寻访 编转而成 让我们的一个国小协同 能够透过绘本的一个导读 那另外也能够这一个 透过相关话剂的一个演出 那甚至是这一个用 这一个DIY的一个体验 那用这个三个方式 能够认识到我们台湾的一个水果 农粮署力推食农教育 以新北市永和国小为示范场域 小朋友不仅从绘本中科普新知 也在农友情职带领下 体验为离岁嫁接的过程 可能就是嫁接 把一根树枝冷冻后 接上另外一棵树 让它再次开花结果 现场有很多专业人士 教我们书理教的东西 还有知识要怎么做 还有技巧 借有绘本的故事 去了解我们现在 就是农业发展的部分 也可以透过农友的一个介绍 跟故事的一个牵引 让我们大概知道说 农产品从哪里开始 它是怎么生成 怎么运输 然后怎么到我们的手边 包括永和国小在内 今年已经有五所学校 把食农融入教学方针 透过故事导读 戏剧演出 以及手作体验等方式 带领小朋友了解食物 从产地到餐桌的过程 期待连结农业与生活 传递台湾水果产业的 永续发展新知识 这位是宋一贞 新北市采访报导